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请了明星 广告铺天盖地 看来 明星代言这股风 要从家电界 买粉界 辐射到我们茶界来了 也许 以后我们看到的茶叶广告牌上 电视广告上 都会出现各大明星的画面 画风一律是这样的 白茶 纯天然采摘 纯天然晒制 茶美 人也美 水仙 水仙中的战斗机 正言核心山场 口感强劲 味道好 肉桂 大气扯露 香飘十里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 白茶 源自高山 高海拔云雾出好茶 惊得起闷泡 耐得住胡煮 画面上的明星们 穿着飘飘绿仙的茶服 梳着美轮美奂的发系 身姿轻盈 姿态高华 令人一望 就对这款茶 产生了好感和亲近之意 也许 经过明星的这一番宣传 代言之后 如果是名不见经传的品牌 立马就会声名远扬 销量大增 而那些本身就温有薄名的品牌 立刻就会声名确起 品牌每预度上升50个百分点 一页排入十强榜 看来 通过明星本人的影响力 推广茶叶的品牌 果真是一条是半功倍的捷径啊 二 我问过一个茶厂老板 你想不想请个明星来做代言 彼时 他正愁愁满志地想要打造一个自己的茶品牌 他听了我的话之后 漫条丝里地喝下一杯白毫明珍 说 不请 追问他 为什么 明星太贵了 咦 不请明星 你如何能让自己的品牌迅速崛起 走入千家万户 朋友大笑 哎 请明星 客户确实可以马上知道你的品牌 但是 你的茶如果不好 人家买了一次就不会再来了 做品牌 还是要靠品质的 品质好 消费者自然会知道我这个品牌 买了还会再买 我的茶自然销售量大涨 如果品质不好 大再多的广告都没用 买过一次就不来了 白白浪费了那么贵的明星代言费用和广告费 看来你很注重品质 是的 我们福顶白茶 现在品牌号召力已经很大了 政府在帮我们宣传 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品质做好 每年到牧民到府顶来的客人 就能闻香而来 把我们的厂子里的货 抢个精光 你说 哪里还需要请明星代言 除非你茶不好 三 另一个朋友 也正在打造自己的品牌 他积极地跟各大自媒体合作 希望能通过各大平台的宣传 让他的产品 扩大知名度 我也去问了他 你想拓展知名度 会不会请明星代言 他说 我要是想做广告 就包装自己 我自己当模特 才不去花请明星的冤枉钱 你自己当模特上广告牌 你对自己的长相真是自信啊 村姑尘被吓到了 他挤了挤自己的油眉 说 人家都说我像吴彦祖 且 其实李麻花一直暗暗叫他武夷山邹世明 你为什么要自己当模特呢 村姑尘不解 他说 用明星宣传 人家除了明星 根本不会记得我的品牌 但我用自己 人家记住的是我这个人 这样既宣传了我的品牌 又宣传了我本人 两个都让观众记住了 多好 这家伙 算得很精 想了想 曾经也有一个茶庄连锁店的老板 穿上素白的棉麻衣服 坐在山边 盘腿问蝉 图片拍得极有意境 然后 就经常被平面广告盗用 盗用这个形象的平面设计师 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模特 殊不知 人家是全国几十家茶店连锁店的老板 宗操盘手 牛着呢 四 那么 都是什么样的人 会去请明星代言自己的产品呢 只有一种 急功近利 并且产品没有特色的 急于想把自己的品牌打出去 推广宣传出去 对行业的前景不够乐观 急于赚快钱 担心过了这个风口行业红利不在的人 就急哄哄 请明星代言 投下大量广告费用 期望一夜之间 自己的品牌红扁大江南北 赚个盘满不满 之后 看风向 风向好就在投 风向不好就收手 反正赚回了成本 还赚得了万利 不亏了 另外 这种品牌的产品 是没有特色的 有特色的产品 比如友好山场 像牛兰坑马头岩这样的知名山场 只要打出自己的山场名号 就有大批消费者趋之若武 根本不必再去借明星的光 比如是高海拔的茶区出来的茶 一听是太老高山茶 消费者二话不说就慷慨解囊